哈喽大家好,我是Jump片600度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耳机 他也是做手机微信方面的 我们都喜欢喊他老杨 这个人比较喜欢开玩笑 他看我的视频觉得我换电池非常专业 然后发过来给他换个电池 当然,他的要求比较高 他就说换好电池不仅仅能用四合钥匙以上 最好是能待机那种一个礼拜的 问我有没有高性能版的电池 当然,这种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今天我们给他换一块高性能电池 充丝电,逆针 就是针取在使用一年以上 当然,这个操作是有一定的风险 接下来我把所有的操作过程全部展现给大家 希望对里面有所帮助 首先,对电池底座进行加热 把电池给取出来 这个大家都知道 看看我的视频都应该明白它的整个流程 好,耳机电池就已经完整的取出来 在取电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第一,不要弄断排线 第二,不要弄断天线 加热一定要到位 当然,温度也不能太高 容易把外壳给融化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前盖给打开 因为需要改个电路 我们需要把前盖慢慢的加热 打开之后 接两根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打开 好,我们用镊子慢慢把这电路板 一定要小心把电路板慢慢掀开 加热一定要到位 让这个焦融化 可以看到可以露出耳机的 用两个触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能够保留 接下来我们来焊接引线 首先在两个触点上面 两个音角上面 推一点焊油 好,然后准备两根线 这两个线必须要是 耳机上面的气泡线 不然的话容易短路 焊好之后就可以了 焊粘一定要饱满 好,线已经焊接好了 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基本上可以解决充电的板了 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很久 我们先把这个外壳 用刀片轻轻的剥开 从模具上拿下来 这样也可以了 接下来 关键的一步就是把前后盖给盖上就可以了 好的,盖紧 好,已经可以了 那这个线是干嘛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线 刚刚右耳的话我已经盖好了 线很长很长的 好的,有个插头 我们拿个手机试一下 基本上就不需要充电了 永远都不需要充电了 就是它能用很久很久 就是你只要你手机有电 它永远就能听歌 非常的方便 好,我们来放一首歌 我们来放一首歌 这首歌 这个歌名不错 看我 什么编 好,先放一下 插进去 好 耳机有个 刚刚把这个改装的效果图 已经发给老杨了 好,感觉怎么样 不错啊 我来听一下啊 音质感觉不错 不错 老杨还没有回我 刚刚把这个图片发给他了 看他等会不会回我 我感觉两个耳机听起来跟 咦,老杨能打电话给我了 我看一下 哦,老杨打电话给我了 挂了吧 挂了吧 好 GT啊 音质感觉 比苹果那个有线耳机的音质要好一点 咦,你打电话过来 老杨现在心情肯定比较急啊 因为他可能迫不及待地 想体验一下他新的耳机 先把泥线了吧 彻底的解决了充电的问题啊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现在给老杨回电话啊 再见 拜拜